在明朝洪武八年某一天 丞相胡维雍面色凝重地召见了他的心腹大臣 告诉他有个重要任务需要完成 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需要做出一项胆大包天的计划暗杀开国名将 为国公徐答 胡维雍非常清楚 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毫不畏惧的人才行 他选择了他最信任的大臣 一个性格勇敢 心色缜密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心腹大臣 这个大臣并不是个普通的人 他早就对为国公徐答心存不满 因为徐答曾经在诸臣有量 灭张士成和北伐元朝的过程中 残忍地杀害了太多无辜百姓 大臣认为徐答是一个极其残忍 心狠手辣的人 他应该为他所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 于是大臣接受了这个任务 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准备在某个夜晚行动 当然 这项任务并不容易 他们需要悄悄地溜进魏国公的府邸 然后在他睡觉的时候将他杀死 夜晚 大臣和他的同伴悄悄地溜进了魏国公的府邸 他们经过了严密的安排和周密的计划 很快就找到了徐答的卧室 然而 当他们准备出手的时候 他们发现魏国公并没有睡觉 旋力地独留胡维庸与明朝的末路 在明朝建立初期 朱元璋拥有着一支强大的军队 但是他也非常清楚 没有一个能干的宰相 这个朝廷是很难运转的 于是 他看中了一个名叫胡维庸的年轻人 任命他为丞相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治理天下 胡维庸聪明决定 政治手腕高超 不久便成为了朝廷的独相 他审阅奏章 掌握了内外大小事务 每个部门的公文都必须经过他的手 但是 这也让他得罪了许多人 特别是那些失宠的功臣 他们纷纷前来贿赂胡维庸 希望能够重回朝廷 而胡维庸也乐意接受这些贿赂 让他们失望的是 这些贿赂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但是 胡维庸的权力也引来了不少嫉妒之人 徐达是明朝的开国宁将 但是他并不喜欢胡维庸 认为他是一个奸邪小人 徐达曾多次向朱元璋禁言 告诉他胡维庸的罪恶 朱元璋起初并不相信 但是经过多次调查 他终于认识到了胡维庸的真面目 胡维庸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开始策划对付徐达 他找到了徐达的门房福寿 试图诱导他刺杀徐达 但是福寿并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他将胡维庸的计划告诉了徐达 徐达深知自己的处境 他对手下的士兵严加管教 防备胡维庸的谋害 但胡维庸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想尽一切办法 企图打压徐达和其他反对他的人 在明朝的年代里 胡维庸可谓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物 他担任丞相之职 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和财富 据说有一天 他家的旧宅竟然出现了李全 引来了朝廷的关注和赞誉 这一事件引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注意 他听闻后非常高兴 决定前往亲自观看 突然一个太监突然拦住了他的车马 让朱元璋心中有了些许疑虑 于是朱元璋马上下令对胡维庸的府邸进行调查 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前往胡维庸的家 却发现了一件让他感到震惊的事情 在胡维庸家的强盗里躲藏着大量的士兵 刀枪三严显然是准备对付朱元璋的 朱元璋的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他明白胡维庸背后的阴谋 而这个阴谋显然是想对他不利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令逮捕胡维庸 并迅速把他处死 然而这只是胡维庸案的开端 为了查清事件的真相 朱元璋下令对胡维庸的家人 门客和同谋进行了严格的调查和审判 整个过程非常残忍 无数人被抓捕 拷问 审判 惨遭杀戮和惩罚 胡维庸案的惨剧 最终导致了三万多人的牵连和灭族 让无辜的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件事情不仅揭露了明朝初期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暴虐 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四大血案之一 这场胡维庸案不仅是一个人物的悲剧 更是一个时代的悲歌 历史的发展不仅要看到权力斗争的表面 更需要看到深层次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背景 胡维庸 一个名字 一个传奇 一个悲剧 他是明朝最后一位宰相 也是最悲惨的一位 他的一生如同一出悲剧 以九族尽灭的惨烈结局而告终 胡维庸的家族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很有声望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认官 胡维庸自幼聪明伶俐 读书写字 甚至比同龄人都早熟了不少 当胡维庸成为明朝丞相的时候 他的职位让人艳羡 可是 正是在这个职位上 他走向了自己的悲剧 在胡维庸死后 他的家人和门客们纷纷被逮捕 刑讯逼供 这场仇剧被推向了顶峰 据记载 胡维庸被灭族 其门客和家人 连带逮捕的官员 项铃等三万多人被治罪 有的被斩首 有的被流放 可谓是满门抄斩 无人幸免 然而 历史学家对胡维庸案的判定存在争议 有人认为 朱元璋有可能栽赃胡维庸 将他和其他谋逆者的罪名 归咎于同一个案件中 这时的胡维庸不仅背负着自己的罪名 还背负着其他人的罪名 此外 胡维庸案中的冤枉者也引人深思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政府不惜冤枉无辜 甚至让三万余人垫背 这些人因为与胡维庸有某些关联 被迫接受冤枉的命运 然而尽管存在这些争议和冤枉 胡维庸最终还是被认定是一位谋逆者 他的罪行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这场悲剧提醒我们 权力的滥用和冤架错案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需要我们警惕和防范 在历史的长河中 胡维庸案是一段令人痛心的悲剧 这场谋逆事件让九族尽灭 三万人垫背 无论是朱元璋故意栽赃 还是历史定论的正义性 都是值得讨论的议题 但是我们更应该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教训 我们应该保持警惕 防范权力的滥用 同时也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追求正义 捍卫公平 胡维庸作为中华最后一位宰相 留下了历史的一笔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错误决定不了 他家族和子孙后代的命运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家族和社会负责 做出对社会有益的贡献